6月16日由炎雅倫主演的辦公室愛情偶像劇 就是要你愛上我舉行特映會 集中演員琪琪現身與粉絲們一同欣賞片花互動互樂 但女主角郭學芙因為另有通告無法前來 令身為男主角的炎雅倫似乎有些小抱怨 好像剛剛學芙沒來有一點怨言 沒有怨言是想念 因為平常我們這幾天這個禮拜在宜蘭幾乎從早到晚每天朝夕相處 然後今天這個直播讓大家看一些片花的活動 他沒辦法來就是有點小想念 我覺得應該就是即便有了小孩大家還是可以像情侶一樣 就是每天很開心的過生活 因為現在很多離婚的人都是我覺得束縛就是來自於那張紙 但是我就覺得需要那張束縛 我覺得不需要 馬上就吵起來了頂撞老闆 所以有人的意思是說可以未婚生子 贊成這樣的言論是不是 未婚生子但也要年紀到啦 就是要在法定的年齡嘛 然後如果我覺得兩個人的愛情是可以很輕鬆很自然的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過於的找尋一個證婚啦 或是找尋一張紙來把自己綁住 又想當爸又不想被一指婚書束縛 還真是有些兩難權呢 但願炎雅倫能早日找到那個對的人吧 要走了